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总有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窝花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大家好 我是德国人莫科 我是兔的 1963年在柏林出生的 我周围的人 一大部分跟中国有关系的 从小都听过中国的事情 得益于经经济协同发展 与举办冬奥会两大机遇 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北方小城 开启了国际化之路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 来张家口竹梦 莫科定居中国近40年 来自柏林的他 自幼与中国结缘 20世纪70年代学中文 80年代在北京大学 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90年代开始在中国工作 并以德国汽车企业CEO的身份 从事智能制造25年 2015年 因工作契机 莫科与张家口建立了合作联系 从此与这里结缘 来中国多年后 莫科收获了爱情 成为一位张家口女婿 作为一个张家口的女婿 我认为为张家口一定要做件事 所以我是一直 因为我对张家口感兴趣 我是一直关注这个经济机协同发展 对吗 也住在北京 所以我就到张家口比较方便 莫科自由热爱音乐 精通多种乐器 原创一百多首出门歌曲 在张家口期间 莫科组建了一支 名为塞外汉子的本土乐队 推出了相约冬奥 雪山共荣等 十二首冬奥主题的原创歌曲 正在录制短视频的莫科 又弹又唱 用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像全世界描绘他眼中的冬奥会 和张家口 莫科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知道不少成语俗语 还会一些中文诗歌 交谈中 他还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 时下流行的网络流行语 一般来说 我写比较阳光的东西 所以也比较适合冬奥 这些主题都是不难 我就希望能就让人开心 写副歌吧 我们就考虑这个节奏 一定要感人 然后这个语言不要太复杂 北京携手张家口 赢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 让莫科看到了冰雪带来的机遇 莫科感觉张家口 有着其他城市 无法比拟的原汁原味 他很乐见 昔日的张库大道 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曾经的汉蒙满文化交融处 今日又成了国际冰雪运动的汇聚点 一方面我们做一些中文的歌曲 鼓励大家好好的努力 把这个冬奥做好 然后也是给外国的朋友看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吗 唯有亲眼看见 才能真正认识中国 张库大道 曾将张家口丰富的商贸文化 带往世界各地 冬奥会也将成为张家口 和世界的最佳连接点 为此 莫科成立了文化传媒公司 拍摄了不少推介张家口的短视频 并发布到网络上 当下 莫科正在以张家口国际合作交流中心 有限公司主任的身份 向世界讲述张家口故事 在莫科看来 北京2022年冬奥会 不仅是一次体育赛事 更是张家口可再生能源 和环保能源发展的重要机遇 因为我已经受到限制 所以很多朋友 没法来张家口 我们现在在这种短视频方面 做得多一些 在节目方面 做得多一些介绍工作 这种短视频的推广介绍 我认为是更重要的 先考虑我们自己 第二部项张家口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 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